在Monopoly GO的激战现场,Gesmo屹立于游戏的起跑线,他的目光充满了不屈的决心,深邃而坚定地凝视着那充满别墅的游戏款,周围是一片喧哗,其他的动物玩家们也都摩拳擦胆,各怀鬼胎。 当Gesmo把命运扑布给那一致的头子时,他的脸上写满了专注,那头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,最终稳稳落定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,Gesmo的心中涌起了胜利的喜悦,他以一种夸张而又兴奋的姿势牵下了购买合同,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已经预见了即将到来的灰火,面对一位企图与他争夺同一块土地的海盗猫, Gesmo不卑不看,展示了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策略和智慧,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,他以一己之力,巧妙地夺得了胜利,而那只海盗猫只能黯然退场,然而,命运总是充满转折,再一次不惊一见,Gesmo踏入了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,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挫折,他露出了不满和挑战的神情, 但那双眼睛中闪烁的,依旧是暮区的光芒,游戏记录了最后的决战阶段,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和早先鸡肋的赌源,Gesmo展开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逆转攻势,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纳闷从容无迫,最终,他那几乎可以称之为傲慢的胜利,让所有观战的玩家们毕竟未有能力,Gesmo站在了游戏的中心,周围是他迎取的财产和堆积如山的经历, 他头戴圣者的荒冠,身体得胜者的披风,那份荣耀使他成为了所有玩家羡慕的焦点,游戏的中章是Gesmo坐在金币堆上, 手握着Monoply Gold的冠军奖杯,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镜头,那夜晚的星空和绚烂的烟花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质物,策略和不屈不挠的故事,标志着他的胜利和这场游戏的圆满结束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